爱心满满做公益 3月28日晚间 台师大公益周在育成中心展开 由服务性社团主办 贩售各式爱心商品 并将募得经费捐出 让爱心聚集并散播下去 活动包装就是不人磨砂 然后公益就是热情 所以希望就是我们透过 因为台湾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房东 所以我们先去有这样每个摊位 每个社团的一个县市 然后就代表一个县市 然后就是代表每个县市 台湾每个角落都很多人 那是其他信息会帮助别人 其中根羽牙社贩卖力 用废油制作的手工肥皂 造型特殊美丽 也希望传达废物再利用的环保概念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用废物是不用钱的东西做 主要这些都是我们用废子力 就是裁过之后 然后经过一些程序 就是可以做成这样 然后废油也是 就是一般煮完菜那种之后 其实它可以再制成这样的东西 然后它新铁力都跟沙拉锅的不一样 免利伊甸园国际职工服务队 兼有义卖 募集初队资金 翻售的商品 其实是从资源回收站 用心粗集而来 这是新品 但是很多没有用过 然后就直接送到回收站去 那因为这很浪费 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 看起来OK的 我们就把它摆过来这样子 然后作为募资的管道 全部都是以工艺为性 所以各社团的所有的营收 那我们就统集起来 同兴社他们是跟板桥的 家屋中心合作 那我们同兴社就是跟机器营兴会 那我们就是有汇集大家 所有的款项 然后平均分到我们 就是几个机构去 虽然当天因大雨导致活动 无法顺利进行 但明年依然会有公益中的活动 希望更多同学一起共襄盛举 校园记者赵庆祥 叶培萱 台坊报道